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产的武器 其实就是云豹三菱 这个炼炮的这个步兵战斗车 云豹其实不是一个很新 其实它大概七八年就开始生产 但这个三菱炼炮的这个云豹 可以说这一次汉光也其实首度出现 这个三菱炼炮我必须讲 是我们陆军步兵武器一个 非常重要里程碑的发展 因为我们以前完全没有配备这种炼炮 即使是美国陆军和陆战队 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配备这种炼炮式的武器 而且云豹配备这个三菱炼炮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它属于一个双进弹 也就是它可以同时进这个炮舱 炮糖包括高爆弹 穿甲弹 所以它不像我们这个射击步枪的时候 你要么就是里面全部是穿甲弹 要么就是里面全部是同一口径 对 放两种不一样的 它两种你射手 看到这个属于一个装甲目标 我就发射穿甲弹 如果看到是一个步兵一群 我就发射高爆弹 它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的 这是它重要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一种弹药 叫做空爆弹 空爆弹 空爆弹顾名思义就是涉及到目标上空 我们现在已经有配备这样的空爆弹了吗 还是未来 我们未来要争取 因为空爆弹对于美国来讲 它属于一个比较机敏比较高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空爆弹 性能很强悍这种弹药 它这种弹药最特别是 对于步兵的杀伤能力很强 你看这个画面 如果步兵躲在建筑物的后方 或者躲在壕沟里面 这种空爆弹由于是在空中在爆炸 它的那个弹片往下进行杀伤 所以你步兵躲在壕沟里面 其实也没用 躲在车辆后方也没用 所以不是直接去炸那个车 是说它在空中爆炸 对 它在步兵的上空爆炸 然后它的这种弹片四散 对于步兵来讲 这个致命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其实这个云豹301号 对我们来讲 其实国防自主一个很重要的产物 虽然炮是美制的 但它整个炮塔 火控系统 还有石浮系统 观瞄系统 全部是中科院自制 原始是我们陆军武器 这个自制武器装备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 其实中科院为了纪念 这次这个三菱炼包 它还这个特别发行了 这个叫做迅池三菱炮塔的纪念酒 纪念酒 这个就是三菱炼炮的这个炮弹 什么酒啊 高粱酒 对 它里面是58度的高粱酒 而且是限量生产 就是它只做赠品不贩售 原始这个最近在网络上 好像引起是大家要热收 要抢购 而且我们从这一枚 叫下叫了几 多少钱啊 打开来吧 打开来 现场喝58度 现在录影可能不方便喝酒 就像酒袋一样 是 三菱炮其实就是那么大 未来云爆甲车 你看看 对 好可爱喔 而且还蛮轻的耶 对 它是橘红色 代表它是属于高爆弹 另外还有一杯 穿着练心经没关系 它一直想要喝了之后 在练心经 那未来其实云爆甲车 它炮塔里面要装200发 这个被变的 另外它的车体里面 还有这个400发 也就是全车 要配备这样的炮弹 600枚 对 那对于这个云爆甲车来讲 这是一个它 反登陆作战 一个很重要的密切 所以里面都是长这个样子 对 好可爱